无论是影视剧里还是商业活动或综艺节目上,总有各种公主抱,有些唯美浪漫,有些暖心,但也有失眠不了尴尬,在一些宣传活动上,当着台下的观众进行公主抱,非常考验人。 第一手摆放的地方是否绅士,第二女生的体重和男生的体力,当王自剑抱起刘涛的时候,前一秒女生还在摸着男生的头以示鼓励,下一秒刘涛就被摔了,刘涛的体重基本上都是120斤左右,王自剑抱起的时候仅仅只维持了拍照的时间,就瞬间崩了。 不过,这个瞬间不得不再一句刘涛真好看,就算吓得花言失色,颜值依然妥妥在线,为大勋抱起李沁,一个高大有力,一个轻盈苗翘,完全不存在抱不起,绅士手也表现非常好。 一手帮忙紧紧护住女生的裙子不要走光,另一只手抱住女主手臂,非常得体,只是里面右脚的鞋子,眼看就要掉下来了。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张继可和赵丽颖一起唱《资奔去月球》,在舞台上的公主抱,穿着些女裙的影宝被抱起的时候,裙带真的很美美浪漫,那时两人还是单身,现在张继可有了景前,赵丽颖嫁给了冯绍峰。 当然,有时候女生轻了,男生有力也不一定,能抱出好看的公主抱。 比如在《孤方不自上》这部剧里,杨颖被抱起的时候,身体缩成了一个位子,就完全没了美感,男生就像端着一盆菜一样,说实话这样的镜头,导演怎么不重新拍一条呢? 实在太是美感,除了影视剧和活动,在真人秀里也有公主抱,比如杨子和马天宇一起参加旅行类的真人秀,当时杨子因为家里出了一些状况,心情不太好,不停的打电话发微信进行沟通,根本无法好好录节目。 走在路上的时候,因为儿子老实掉,走得很慢,马天宇看到后,直接一个公主抱,超级暖心了,为了后娘子开心,马天宇抱着她走到衣裤蓝点,吓唬她又丢出去,娘子马上心情因转型。 照顾,天宇哥哥,加油,当时朋友们看了,都直呼,想要马天宇这样的哥哥,记得陈晓和陈妍夕还没有分开恋爱结婚时,两人在宣传主演的电视剧时,也有公主抱,那时就可以看到陈晓相当熟练,一把就高高包起,放在胸口,陈妍夕一手勾在她的脖子上,笑得很甜。 那时,德菲恩现在成了真爱,同样在综艺节目中的公主抱,有些只是一场作秀罢了,比如杜传和陈乔恩,那时双方父母都力挺两人在一起,节目中其他人也是各种帮忙拉红线,看到两人公主抱更是乐开了花,只是节目一结束也就随风而去了。 陈乔恩马上便四十岁了,期待她早日遇到真爱,原创文章,紧直转载,图片来源网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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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